好 如果你們從抵達之後呢 你們會在這個 International USA Arrival 美國國際航班抵達 你們會從那個出口出來 出來之後呢 就一直往前走 走走走走走 然後走到 你就會往 繼續走 然後走 你現在到了國內的總機 所以我們就繼續走 然後我們就要上那個樓梯 因為這個樓梯好像壞掉 所以我今天是坐電梯上去的 電梯在那邊 那樓梯在這邊 如果這邊到時候手扶梯是可以的 就直接坐手扶梯上去比較快 然後我們就要到 All Departures 全部的唐山出發 我們就直接上去 然後呢你就會看到 這邊有一個Canada Flight 在AB跟C號閘門 跟Check-in 所以我們就要往那邊走 我們就往這邊走 我們會穿過 很多 國際航廈的 Check-in櫃台 然後我們繼續走 走到Canada Flight 加拿到境內航班 好 好 好 謝謝 所以你可能動作要快一點 因為走這一條還蠻遠的 然後 然後繼續 繼續跟著這個指示牌走 這邊 我覺得這邊會比較好認 然後呢 就繼續走 那 因為我們還要拖運行李 所以呢 我們不能直接去登機口 我們不能直接去登機口 我們還要先辦理一下那個Check-in的手續 先把我們拖運行李再拖運上去 好所以我們就直接往這邊 那 繼續走 你就會看到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那我們就在這邊辦理我們的行李拖運 然後走到這邊 這邊 這個就是加拿大航空的登機櫃台 那我們就可以 在這邊有一個Backdrop 這邊行李拖運 因為我們應該在第一段就已經拿到機票了 那我們就在這邊 可以拖運行李 然後直接拖運到卡加利 這樣子 然後拖運完 可以 你可以看到 過去之後 過去之後會看到有一個 Security Point 好 然後 因為我們是境內航班 所以走到這邊你就會看到 這邊有ABC 就是Security Point 就看你是 國際航班是D跟E的登機門 然後我們是C 這邊就這邊 然後你掛完行李之後 你就又往這邊走 前面就是安排 就會繼續往前面走 前面就是安排 和鞋鞋鞋鞋